《丁丁糖》是糖果的名字 也是它的声音 由锤子和铁块敲击而发出的丁丁声 总是能勾起人们对于童年的回忆 甜甜的一颗糖吃进嘴里 仿佛那就是天下最美味的味道 在机器取代人工的时代里 丁丁糖因为是手工制作的缘故 已经逐渐在减少 在巴声的街头中 偶尔还会听见巷子传来清脆的丁丁声 一辆老旧式的自行车 插着一把油脂伞 卖的是丁丁糖没错 但却是由一个年轻人售卖 正值青春年华的酌成才 早在18岁的时候就投身于丁丁糖职业 至今已坚持了五年之久 其实是一开始我跟人家打工 我跟人家做Event 然后呢过后不久 其实那个Event是我做Part time的 然后过后不久呢 我就跟了那个老板 跟了那个老板 同行老板来的 然后就跟了几个月 这样子哦 然后过后我跟他拿货 拿了一段日子 我也帮他打工 打了一段日子 然后过后我就没有跟他拿货了 我就自己出来做 就靠朋友这样子帮我研究研究 然后以前有跟他打过工 有一点经验啦 不能讲很多经验啦 就自己 自己就 这边乍一点 那边乍一点经验这样子 然后就做到现在了 其实我没有想这样多 因为那时还年轻啦 没有想这么多啦 就想做就做啦 因为这个是一个机会啦 丁丁糖治好的时候 是一大块 售卖时才会将它 敲碎成一小块一小块 甜甜的口感 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 制作丁丁糖需要的材料非常少 仅仅只有白糖和麦芽 两种材料 但是制作过程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尤其需要常年累积的 经验和技巧 才能抓到制糖的精准度 一开始第一步首先是把锅放水 锅放水 然后开火 把那个水烧开了 过后我们加入白糖 然后再加入麦芽 加入麦芽过后 煮到一定的时间了 我们就会把那个糖拿起来 倒进盘了 给它冷却 给它冷却了过后 然后我们就会拉伸 进行拉伸的步骤 拉大概是从巧克力 拉到它变乳白色 然后它变乳白色 然后卷成一团 大概就是这样 它会从软拉到硬 然后看到那个硬度过后 我们拉的时候 那个力 拉的时候那个力气 会也是知道的 大概知道 感觉的到了 算是很耗费体力的 因为 你要拉伸 好像 好像做筋这样 是很 很费体力的 你整身 整身在动的 然后一天 大概也要做四五粒 最多去到四五粒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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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丁丁糖 小小一颗 它由全手工制成 做一块 得花大概一个 多小时的时间 既是技术活 也是体力活 制作丁丁糖 不能够怕热 因为它要在高温下烹煮 又要在凝固后 趁热进行拉伸 另外硬化了的丁丁糖 边角会变得锋利 如果稍微不留意 会被割伤 昨成才 早期碰不少钉子 久了以后 倒是熟能生巧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比例的 我们是靠 就是这样放罢了 我们没有去蹭 然后我们没有 大概一个一个 没有gm 没有kg的 这些的 我们是 就这样放下去 然后第二点 时间要抓准 你开火的时间 我 那个火是掌握不好啦 就其实是烧架了很多 那我也丢了很多 浪费了很多钱 然后 就慢慢开始捉摸 捉那个火 从火销 慢慢捉到火大 慢慢捉那个时间 然后过后就 这个就OK了 这个成功了 过后就到冷却的问题了 冷却的问题就 那个糖会过硬 它冷太久 它会过硬 你拉不到 拉伸拉不到 你冷不够久的话 它也是拉不到 因为它太软了 它拉了会跌下来 制作丁丁糖 讲求精准 哪个步骤 稍微不达标 可能就会失败 不止这样 天气的好坏 也间接会影响丁丁糖 特别是雨天 丁丁糖必须要保持干燥 如果空气中的湿气 沾到糖 糖就会坏掉 一旦下起雨 别说外出销售 就连制糖都得暂时停工 我的糖 我本身的要求是 因为我做的话 自从我开始做的话 我就少糖了 现在的人不吃糖 不吃甜 然后硬了又不吃 所以我做的是有一点 它是硬 然后它带脆 然后芝麻 最重要是芝麻 芝麻要香 因为整个糖里面 芝麻是灵魂 芝麻不香的话 整个糖就好像 它的水准就被拉低了 就不好吃了 没有这么香啦 其实我本身呢 我有在原味旁边 我有再加多 加多 加多一块小小块的一个部分 是别的味道的 因为这行 其实说你要创新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创新的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你用最传统的方法 来做是最好的 那些菜的那个味道 其他的味道是否 那些小孩子 给他们小孩子吃 有些小孩子不能接受原味 投身于传统行业里 他认为在保留传统之余 也应该要力求转型 因此他保留了 在街头售卖的模式 也经常参与义卖活动 或者嘉年华会 另外还接下批发的生意 以现代销售法 让传统食品继续流传 通常人家看到脚车 在路边这样推着卖 然后插着一把雨伞 就知道是停停堂 老一辈的人会知道 现代的人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就会好奇 他们就有时候会跑过来问 你在卖什么 这个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代的人肯定是没看过 困难是肯定有的 每一行请出都是困难的 然后困难 他的困难的点是在 你一开始你要放下你的面子 因为你要在路边就这样抖售嘛 就说人家有些可能 有些人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抖售方式 因为就会排斜 你要看天气吃饭 如果天不给脸的话下雨 就好像现在十二月份嘛 马里西亚十二月份都是雨季 雨季的话 他每天晚上跟你下雨 就有点问题了 就你要熬得过了 每年的十二月份会雨季 如果太晒的话也会生病 就平时跟一般的行业是不一样的 如果现在坐着这一行的人 你们能坚持就坚持下去啦 因为这个东西 讲真的 你能坚持到老是不简单的 虽然是同行 如果我有同行 如果同行也是有的 就坚持到八十多岁 可是我觉得是不简单的 他们虽然是我的同行 我很佩服他们 甜甜的丁丁堂 曾经是多少人的童年回忆 听着不时飘来的丁丁声响长大 经过岁月的冲醒 做丁丁堂的师傅越来越少 年轻一辈的对传统行业又不感兴趣 恐怕丁丁堂日后会消失于街巷中 如果有幸遇上丁丁堂 不妨买一包来吃 再次回味那口甜蜜的老味道吧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отри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搞不 belang 你永厔 你永厌 你永厔 我��永厌 我 你永厌